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隆县位于贵州省前西南 布一族苗族自治州的南部 距离自治州首府星义市 约60千米 境内群山连绵 就在安隆县的大山深处 有一处高耸绝壁河围的巨大深坑 在坑底生长有一大片野芭蕉 整片野芭蕉林几乎占据了一半的坑底 似乎还有蔓延之势 居住在深坑附近的村民发现 到达那片芭蕉林的唯一途径 就是穿过一个黑曲曲的洞窟 这个洞窟陡然向下 洞中怪石林立 它们有的像玲珑宝塔 有的犹如巨大石狮 镇守着这片野芭蕉林的门户 曾有胆大的村民尝试冒险探洞 但在洞穴中看到的一幕 让它至今难忘 大大小小的原土坑 长满青苔的木钩 破败不堪的竹片 依次进入了它的视线 或许在很久之前 有许多人聚集在这个洞中 从事着某种秘密的活动 以免宽得很 这个有些地方 早些年间 曾经进入到坑底的百姓们 发现在深坑底部 还有一群活泼可爱的生林 出没期间 有之多 它是在个山上跑 那个山上去跑 跑去跑来都鬼洞 它专门在应该洞的 到七八月间 包括快要成熟的时间 它们上来来 回皮包过 原来 那里栖息着一只猴群 而且 这些猴子似乎并不惧怕人类 它们时常出没在村子 及附近的山林间 村民对这些特殊的造访者 也已经司空见惯 然而 就在近些年里 情况发生了变化 原本经常来村中的猴群 变得越来越少 甚至踪迹全无 生活在坑底的猴群 为何消失不见 绝壁之下 生长着茂密的芭蕉林 可是猴群 为什么还会离开 在深坑底部 发现的古人活动痕迹 有是否与芭蕉林有关呢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地理中国设置组 来到贵州省安隆县 队员们了解到 安隆县地势险要 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过去兵荒马乱 匪盗成患的年代 古术成了百姓的防身方式 一个就是我们 把百姓的穷子建体 一个是看家后在 这样才把这个古术 传承下来 安隆县多数区域山高临密 百姓为躲避凶险 便只有逃往深山 那么保留在绝壁洞窟中的 古人遗迹 会不会是和战乱有关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设置组从安隆县城出发 驱车一个多小时 到达三十多千米外的龙井村 在向阳的山坡上 座座乌舍依山而建 村民怡然自得 村中的百年老树枝繁叶茂 这个群山环抱的古村落 显得古朴而彼制 村民告诉设置组 那片斗崖绝壁之下的 芭蕉林区域 名叫板洞城 在古代曾是一个大作坊 只有胆大的村民 才敢穿过那处黑暗的 绝壁洞窟 进入到坑地 设置组决定 前往野芭蕉林所在的坑地 展开一番考察 队员们跟随有经验的向导 向目的地进发 从龙井村出发 队员们向东南方向 行进了约一千米后 接近了万刃绝壁追下的 野芭蕉林 谁知登上一道图坎 向前一望 传闻中的野芭蕉林 竟然是在一座 大型的天坑坑地 放眼望去 天坑的三面都是抖崖绝壁 只有队员们所站的西北方 向坑地延伸出一片巨大的斜坡 上面长满茂密的植被 向导说 大家脚下有一条羊肠小道 这是唯一能向下走的路 不过即便这条路 也只能走一小段 道路泥泞湿滑 队员们步履为奸 就在行进了几十米后 前方出现了意外 又是 又是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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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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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波琳 波琳 走 右头 五头 走 走 走 腿 腿 牙壁深不见底 风险难以预测 出于安全考虑 设置组决定暂时回撤 并联系专业的探险队 协助考察 两天后 当地一支探险队 也来到了龙锦村展开考察 探险队提供的信息显示 安隆天坑的深度超过二百米 从位于西北侧的坑口向下 有一条枝字形的小路 但再向下的一百五十多米 几乎全是崩塌形成的落石堆 只有借助专业的设备 才能由此到达底部 沿着这条唯一的路线 异性人开始了行程 不久后 异性人踏上了最艰险的落石堆区域 探险队员需要寻找坚固的岩石 钻孔后 将绳索顺到下方 再让其他队员 一个个攀绳索 徐徐向下挪移 好了 大家下的时候 一个一个下 还要注意脚下的落石 这个是要倒着下去吗 对 倒着下好一点 然而 到达坑底野芭蕉林的路 比队员们想象中的更为艰难 山坡变得陡峻异常 有着陡坡几乎接近九十度 异性人依靠路绳 沿着这条小路 小心翼翼地行走 下到山体一半时 向下的小路突然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区区 深不见底的洞穴 黑洞 就我们从这个口下去 就直接到这个坑底了 对 张继席 贵州师范大学 喀斯特研究院副教授 对贵州地质地貌特征 及自然地理现象 有着深入研究 后面的人员进洞以后 靠着左侧的洞壁走 左侧洞壁走 洞内漆黑一片 考察队沿着左侧的洞壁 一路向下 进入洞厅 拔地成天的盖滑堆 吸引了专家的注意 你看这两边 这些都是盖滑 盖滑堆 它们有的像是玲珑宝塔 亏然毅力厅口 有的如同巨大石狮 匍匐在亭内 它们如同是 镇守在这儿的卫士 不允许外来者 擅自闯入 专家告诉队员 如此高大的盖滑堆 说明在地质炎化过程中 黑洞中曾蕴含着 丰沛的水源 继续向下走 考察队并未见到水源 空气也不像常见的 溶洞一般潮湿 缺少暗河 渗入 盖滑景象又是如何形成呢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规模这么大的 这个成片的这个石狮 那么出现的话 那么肯定证明 就是以前的话 这个地方是水是比较多的嘛 但是现在的话 我们发现水 基本上是比较干燥 那么一路走下来的话 是没有发现这个水滴 或者比较潮湿的这个迹象 摸黑行进一小时后 一道亮光进入大家视线 那是黑洞的出口 我们下来是从这个方向 正上方向下来 对 等于是到了天坑中部位置 从洞里面顺着左边洞壁绕 又绕了一个回旋 又找回旋绕过来 随后 考察队沿着左边的洞壁 一路螺旋向下 到达黑洞的出口位置 这儿到坑底的垂直距离 约有二十米 那么在天坑中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罕见的 螺旋向下的洞穴呢 就在靠近洞口的位置 一道岩壁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队员们看到 原本平整的岩层 发生了强烈的变形和断裂 这给专家带来了启发 天坑形成的过程当中的话 它会发生一定的这个叫 构造运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构造运动的话呢 它就会造成这个结果就是 它会使得原来的这个地形 原来比如说是水平的地层 那么会使得它产生一定的这个倾斜 这就是我们刚才就是下降了 这一段这个浓动 原来在古老年间 地质构造活动影响下 当初水平的岩层发生变形 错动和被移 产生了大量褶皱和断层 这使得原先平稳的暗河 改变了流向 暗河水遇到阻挡后 只得沿着利器不断向下侵蚀 天长日久 雕琢出螺旋形 弯曲向下的融洞 接下来 新的一幕再度引起大家的注意 前方出现了几个不同大小的土坑 五 六 七 七步 这些土坑面积较小的约八平方米 面积较大的跌近二十平方米 大家推测 这些土坑很可能是古人修建的某种设施 这尺子肯定是装水用的 因为你看上面的这一层的话 肯定是用以前的一些泥巴浮上去的 后来就是没有水了以后 它就开始均裂了 随后在土坑附近 队员们又陆续发现了 像灶台 木钩 墨迹等古人留下的生产工具 从这些设施和工具有队员推测 这个绝壁洞窟很有可能就是村民所说的板洞厂 在很久之前应该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秘密工厂 那么古人为何把工厂建在这个绝壁洞窟中呢 他们在洞中又生产什么呢 这时洞中的一面白色墙壁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 这粉末状就有可能是这个硝酸盐 下面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土状的这个物质 应该跟这个墙壁上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它这个厚度起码超过30个厘米 说明它这一种硝土的它这个储量是很大的 曾令峰 南宁师范大学教授 常年致力于卡斯特地区的地质研究工作 销土的出现让专家十分兴奋 他告诉队员 销土就是这个秘密工厂的生产原料 洞中大大小小的原土坑 灶台 以及各种生产工具都是为了熬销 那么古人为何要大规模的熬销 销对于它们有什么特殊的用处吗 专家告诉队员 销酸钾是制作火药的主要原料 古人熬销很可能是为了制作火药 专家决定按照古老的配方 现场制作火药 后来我们在这里做过实验 在引燃之后 这个土法配置的火药 在一瞬间内发出了夺目的白光 从现场的发现来看 专家推断 安隆天坑底下的凹销作法 曾经规模相当大 专家推测 当初这里的制销工匠 估计能达到二三百人 虽然找到了古时的凹销场所 但是队员心中却产生了疑问 凹销所需的大量燃料 又来自哪里呢 考察队走出黑洞 沿着岩石继续下降到坑底 再往下就是那一大片的野芭蕉林 这时在不远处的一块岩石下 专家有了新的发现 注意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 这个灵长类的动物的粪便 从粪便的大小来看 专家判断这是动物的粪便 更确切地说 是体型至少有几十厘米的 哺乳动物的粪便 这种迹象表明 坑底确实有过猴类生存 张继席推测 这是由于野芭蕉林的存在 才成为了曾经的猴群栖息地 那么猴群最终都去了哪里呢 为了解开之前的一系列谜团 队员们展开大范围搜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大家真有了意外的发现 在队员们的眼前 一匆匆郁匆匆的野芭蕉 茁壮生长 有些硕大的花苞中 还包裹着大串尚未成熟的芭蕉果 虽然说这个芭蕉还没有熟 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的话 它已经结了非常多的果实 它是这样长的 它是一层 哦 这里面还有芭蕉 然后又一层 就看嘛 它是一层一层的 等到外面成熟了之后 它里面会继续往外长 就说它会 这一个花苞的会长好多 教授 我这里又发现一个芭蕉 哦 又找到一个这么大的 对 哇 这颗已经 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我喝一两个 哇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肉 亲自尝一下 好色 这种特别多 在环境苛刻的天坑底部 竟能有野芭蕉存活 专家张继席推测 它们的存活 不仅曾经吸引了猴群的到来 还能为古人熬骁 提供充足的燃料 它告诉队员 野芭蕉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砍得越多 长得越快 为验证野芭蕉神奇的生长特性 专家进行了一个试验 小心小心 专家示意队员将一株芭蕉砍断 并让摄像师将镜头对准断面拍摄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考察队用岩石拍摄 记录下了被砍断的野芭蕉 迅速再生的画面 仅仅15分钟 野芭蕉便长出来一厘米 旺盛的生命力令人撑起 可以看一下这边的土层 一番全方位的考察过后 专家张继席还发现 野芭蕉生长的区域有大面积的泥沙堆积 土壤比较疏松 这边这个土的话 土层还是比较厚的 主要是一些 里面会含有一些杀质 土壤它是比较松散的 我们可以看 你可以轻易地把它捏碎 所以说吐气性很好 另外的话 这里面你可以看到 它是有一些有积植的 土壤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肥沃的 张继席说 野芭蕉的生长 对土壤的养分要求较高 天坑底部的特点是 温暖湿润 但土壤贫瘠 然而眼前这片区域 沙土较厚 有机质含量高 这极有可能表明 不久前 坑底曾经有一条暗河流经 暗河在坑底出路 从上游带来泥沙和有机质 也带来了野芭蕉的种子 于是在适合的环境下 野芭蕉开始了生长 冒密生长的野生芭蕉林 能为猴群提供充足的食物保障 可是猴群为何还是离开了这里 难道其中还存在某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时同行的老乡提供了一条线索 在天坑底部的某处溶洞中 就有一处水潭 考察队决定前往寻找 在老乡的带领下 考察队进入到天坑底部的一处溶洞中 考察队员走进期间 洞内空气比外界干燥 地上是一层厚厚的沙土 专家脱口而出 这正是河流留下的沉积物 踏着细沙继续行进 不久后 前方堤洼处出现了一潭清水 是 你们已经到水潭了 好滑呀 这是一处即将干涸的小水坝 面积不过20平方米 深度不过五六十厘米 望着水潭 一名探险队员突然想起 他的手机中还存着多年前 来此考察拍摄的照片 大家将照片与眼前的水洼一比较 明显地发现 水洼中的水量 比若干年前竟大大的减少了 我们六七年前过来这个时候 之前的水位深度 大概有在三到五米之间 而且它的宽度 基本跟动枪的整个宽度一致 当时我们过来的时候 还是贴着岩壁打着点 根据队员的叙述 张继席观察一周后 果然在岩壁上 发现了当初的水位线 这个水潭边上的这个阶地 就像阶梯一样 每一个阶梯的话 代表了它一次水位下降 再往上面 是不是有一层这个黑色的 那么这是代表了 以前的这个水位的这个高低 那么说明 最近这十多年时间的话 这个地区那么低下水 水位是下降的 至此 专家张继席得到初步的结论 数十年前 天坑底部确实曾有岸壁 然而若干年前 岸壁逐渐消失 留下一个大水潭 现如今水潭也面临枯节 那么这也就导致了 岸壁天坑底部的这个小环境 和小气候 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干燥的 天坑底部的这个小环境 或者说是地下水位的降低 那么是 喉群消失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么 是什么原因 导致了地下水水量的快速消失呢 原来在喀斯特岩层较厚的区域 岸壁在千百万年的时间中 是逐级向下侵蚀岩层的 一条成规模的岸壁 一方面是岩层被掏空 塌陷形成天坑 还同时会不断沿着力气 侵蚀下部的岩层 形成新的岸壁 曾经充实出安隆天坑的那条岸壁 当初规模不小 然而如今 他们已经深深地藏到了大家的脚下 天坑岸壁的下切 会引起周边部分地表水位下降 而水源的消失 也使得喉群被迫离开 去寻找新的水源地 谜题破解后 大家兴致勃勃回到村中 此时 专家张继席又有了推想 他告诉大家 结合周边更大区域的地貌特征 他判断 那群消失的猴子 很有可能迁居到龙井村以南的山岭中 他说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南部的南盘江流域 海拔较低 只有一千米左右 安隆县区域 无论是地表水还是岸壁 应该大部分向南汇入南盘江 因此 在较高海拔的区域 猴子失去了水源 他们往往会迁往低海拔 有水的地方 找到适合的栖息地 考察组绕有幸违地 从龙井村向南进发 果然 当大家行进到东南方十千米的位置时 一处山谷中传来了猴群嘻嘻打闹的声响 只见树丛中猴子们三五成群追逐西系 他们是否是从天坑迁居至此 考察组一时无法考证 但他们是大山的精灵 在无数的寒来鼠网中 他们与这片山岭融为一体 其乐融融 安隆天坑 虽然斗崖为河 垂直深陷数百米 但是它并不是封闭的 当阳光 空气 种子 这些有力的自然条件 恰如其分地汇集在天坑的底部 这儿便成为了动植物新的成长乐园 就像那片本不应该出现在坑底的野芭蕉林一样 在此蓬勃生长 繁衍生息 演绎着生命的奇迹